如果這輩子再也不能跑步了,要怎麼辦? 我在國三的時候發現自己跑步越來越慢 然後一直到高一的時候才確診說自己罹患了肌肉縮症這個罕見疾病 那隨著我在讀書的過程當中發現自己對於這個疾病的認識 可以了解到說對這個疾病其實治癒上真的是有困難的 所以呢對於內心總是有一種抗拒 然後認為說對這個疾病的研究是真的有一點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那一直到夥伴的時候跟著指導教授的討論 那隨著他們的討論就發現自己其實是身具這個病人 醫師跟研究者這三位一體的角色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會研究這個疾病真的有點可惜 後來陳醫師換個角度想 就算無法治癒,只要有任何方式可以減緩他的發展 還是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所以他決定投入神經肌肉疾病的研究 並在今年和日本相關單位聯繫 預計後年赴日本經修肌肉病理學 在台灣,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非常少 醫院投入該疾病的資源也不多 所以陳醫師希望透過自己的力量 或許有機會能為社會帶來一些改變 對於肌肉萎縮症這個症狀來講 基本上是分成兩大類 一大類是神經類,一大類是肌肉類 那對於這兩大類來講 它的成因非常的多,牽涉到基因非常的廣 大概動輒都是150到200以上 那這個當然是只有肌肉類的疾病 那對於這一類的臨床症狀因為它非常的像 所以你要區分它來講是非常困難的啦 那最後的確診可能要進入到這個基因定序 那以往基因定序的技術比較沒有那麼成熟 那基本上都是鎖定大概一兩個基因 然後用基本Sanger的定序方法 那會造成一個比較曠日廢時 跟比較不實際的一個運用 那自從有NGS次世代定序域的發展之後 那就開始有所謂的Panel式的 檢測方法出來 那但是對於Panel式的檢測方法 剛剛講的那麼多的基因 它其實沒有辦法包在裡面 所以呢 還是會有一個困擾 就是對於病人跟醫生來說 病人的檢測費用可能還是相對於高一點 那對醫生來講呢 他也會面臨到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這一次的Panel 這幾個基因是沒有檢測出來的 那請問我下一個下兩個 到底要檢測到什麼時候才會是一個結束 那對於醫生跟病人都會有一個負擔在 儘管現在用NGS的技術來說 它相對比較成熟 但是對於後續的資料的分析比對 其實有它的困難度在啦 那這個大概要仰賴所謂的資料庫 那資料庫以台灣來講目前是沒有的 所以就必須要從頭開始創建 那這個創建的過程當然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它的資料病人數非常的少 所以這件事情是相當困難 但是又刻不容緩的 那對於這個檢驗本身呢 如果我們是外送外面的定許公司 或者是檢驗單位的話 就是一些生計公司的話 其實對於這個所謂的Role Data的取得 是有一些困難的 那為什麼要取得這些Role Data 當然就是為了要把這個資料庫做得更完整 那更完整才可以讓更多的一些研究學者 來加入這個分析的這個領域啦 那以目前的結果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這些疾病的病人 可能有所謂的carrier代因者的問題 因為有許多的疾病是屬於性遺傳 那在台灣這個地區就目前的結果看來 其實它的代因率也許沒有我們想像中的低 那可能是因為以前沒有做這麼大規模 跟這樣子新的技術的使用啦 那對於這一塊當然要累積更多的一些經驗 才能夠有更好的資料跟結果 那當然我也希望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更多的學者來使用 然後讓更多的研究人員投身在這一塊 罕見的疾病然後來造福更多的病人 另外近年來婦產科的代因者篩檢 就是所謂的carrier screening很熱門 目前這類的肌肉縮症的產檢篩檢呢 大概只有脊髓性的肌肉縮症 就是所謂的SMA比較常見 那是屬於神經性的肌尾症 那針對於肌肉型的肌尾症 目前呢我想是上代開發 所以我想多收集一些數據 隨著技術更成熟 成本更低 診斷經驗更充足之後呢 相近推廣到產檢篩檢 會是一個必經之路 這個計畫大概在去年開始推動 主要是針對目前尚未確診的病患 以及有一些家屬對於他是不是代因者 當然會有一些擔憂啦 那我們目前是做 存外限制的基因定序 那這個比較於過去的Sanker Sequence 或者是用NGS做為一個Panel式的 一個檢測方法來得更經濟實惠 那目前的價格可以壓在大概三萬塊以內 那主要是針對有需要的病人 那當然是對於說如果有中低收入戶啦 或者是一些親殘家庭 當然是主要就是可以用這個 愛心基金的這個 這個募款所得來做一個幫助 那經診斷只是一個第一步啦 那對於這樣子的病患當中呢 其實在過往大概有十幾位的病人 其中有三四位呢 可能是可以依照自己的經濟能力來作為負擔 那他們希望把這樣子的資源 留給更需要幫助的人 那當然讓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我想這樣的計畫 我希望可以源源不絕 持續不斷地一直下去 然後來幫助更多的人